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现在来看石塔基 这一颗石塔基是我朋友原子里头的石塔基 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的下面的斑是红色的 我们看到石塔基很多都是在它的花瓣的底层是有颜色的斑 就是它的底层是有颜色的 这一颗下面是呈现没有颜色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红斑非常非常明显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表现非常的漂亮 跟一般的石塔基完全长不一样 你可以看它的红斑非常的独特也非常明显 这是我朋友在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红斑跟一般的红斑是完全不一样的 并且它的花瓣上面带有一点点的小斑 石塔基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蝴蝶兰 它也是唯一会长根苗的蝴蝶兰 那变化型非常的高 从黄色到这种白色的都有 可惜的是它有些不带有味道 有些是不带有香味的 有些带有奇怪的味道 那有些带有香味 通常黄色的我觉得好像比较有味道一些些 通常会带有微香 那甚至我有一颗黄色开到那种稀稀的香味 是Xelaria的香味 那这个是白色的底加上红色的斑 所以非常的明显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不同颗的Xelaria 它的特征就完全长不一样 你就发现它完全长不一样 那Xelaria是五大半叶蝴蝶兰之一 五种半叶蝴蝶兰它是其中一种 也是唯一会长根苗的蝴蝶兰品种 它的根部断掉的地方有机会长出小苗来 这也是它的特征之一 也是它的有趣的地方之一 那像这一颗呢 听说就是根苗来的 是根苗的成长速度非常的慢 听说跟小苗养到大差不多 所以它的也是一种成长速度很慢的长把 但是呢 它会跟母族长得一模一样 这有它的好处 特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颗 另外一颗 这一颗 这一颗就是底部带有黄色的斑 并且比较粗 你可以看它是带一个粗斑的样子 那花瓣上面带有一些些小喷点 个体感觉就比现在不一样 这一颗刚好是这种石塔基蝴蝶兰的开花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品种的石塔基在开 随着每个个体不一样 它所产生的感觉也不一样 那像这一颗就是有那种底色黄斑的感觉 那花色算是规整型的花色 不过它的红斑没有那么多 石塔基有一个很知名的品种 我们称为SOGO S-O-G-O 那这个品种是在市面上很常见 因为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分身个体 它也是一个知名个体 而且很会长徹芽 很会长根苗 很会长分叉 所以它算是石塔基的代表作一之一 那还有一些品种像Tip 不同的品种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品种可以去收集 蛮好玩的 那有些会香 蛮有些不会香 这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颗 这是另外一颗 你看底部的颜色带有黄色的 但是感觉不一样 对不对 上面的那个顶部的斑是带有黄色的颜色 底层呢 它的黄斑上面有带有喷点 那不下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完全三种品种个体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有趣的地方 而且这颗比较野一些些 它的花瓣卷卷的有时候卷不回来 这个也是特色之一 我觉得 那这颗带有一点点的香味 我发现黄色比较多的 好像带的香味比较多一些些 甚至我有一颗是整个都黄色的 带有浓浓的香味 像石塔基的香味 西雷里亚的香味 这个比较特别一些些 我觉得 所以在蝴蝶岩选择上这种石塔基类的 我觉得看个体买 有时候你会买到好个体 有时候真的会有奇怪的香味的个体 那甚至有肥皂味的个体 就是你闻得到肥皂的味道 那比较差的还有小强味的个体 那我有几颗是带有黄色的 黄色的颜色 那它带的就是真的是浓香 非常有趣 那今年我会拿一颗来做胶种 我去年是拿两颗 不同个体做胶种 不过有一颗带有一些些的香味 带有一些些香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颗 这三颗都是我朋友的 下一颗这颗就是我这边的 这颗也是石塔基 那一样它带有下面 带有淡淡的黄色 这颗石塔基它有一个特点 刚初开的时候是绿色的 慢慢转成白色跟黄色的颜色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 它会变色 变色 那它的个体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会从原本的颜色换成另外一个颜色 你现在看的是白色的 对不对 那其实它就是会 从淡淡的 全部都是绿色的颜色 转成这种淡淡的白色 就整个都是白色 所以非常有趣 它会变成两种颜色 带有微微的香味 带有微微的香味 今年我应该会拿到石塔基的平秒 这个就是它的父母本质 副本之一 那石塔基成长 比较希望强光 如果你要种的比较好的话 光线要给它强一些些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